- 章之细路,我们要挑其中的一段,叫做奇隆古道 当初国家绿道就是希望说它有一条可以从0,然后到220的全程贯通之路 所以说它中间的这一条奇隆古道,它刚好是在它三分之一处 从客家人到我们说的闽南人 他们之间的蟹豆的关系就是从这一段慢慢开始进去 打仗的地方,古墨宅,地坎,山地 先走,边走边看,来,杨大走走 感觉很精彩 来,我们奇隆古道的路口到喔 好 这好漂亮喔 对 这有点像阿里山耶 对,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奇隆古道的路口 为什么叫奇隆古道 奇隆的头,然后龙的雨发的时候 表示它的三四是突然凹凹凹凹凲 带一整个西叶出来 嗯 所以说,我们说奇隆古道 其实我觉得说它可能就是说我们走在那个山底下 慢慢地往下到底 所以就叫奇隆古道 我們在走古道的過程 可能有一些植物也會跟我們當初古道的行程會有關係 比如說我們剛好遇到這一棵小花 這是馬蘭 蘭花 對對對 它其實是一種那種 我們在做以前布料在渲染的一種作物 我們說的客家蘭蘭 那就是這一棵很可愛的藍色的小花 對對對 因為它是顏料 可以當顏料師 但是它一定要進鍋先進好了 喔 有橋嗎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兩座山的中間了 那是一個溪谷 現在位置是我們整個提隆古道的第一段的紅豆糯米橋 糯米橋喔 對 糯米橋 喔 聽起來好好吃喔 聽起來好好吃喔 聽起來很好吃耶 為什麼 那你可以吃吃看 這都是石頭 哈哈哈哈 給我來兩分 為什麼會是這個名字啊 對對對 因為它其實它的功法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在橋的上面 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我等一下帶大家我們到下面 你從下面往上看的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叫做紅豆糯米橋 這我印象中 糯米橋因為我知道南投國姓有 嗯 但我不知道新竹這邊有 但是很少見喔 全台灣有三個地方有糯米橋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做的 龍藤斷橋的紅豆糯米橋 嗯 那第三個就是這裡 喔 我們其中古道總共有三座的糯米橋 蛤 對對對 所以那如果以糯米橋的密度來講 它其實是最高的 也是這條古道為什麼你很值得來這邊探訪的原因 好 慢慢就走囉 這個角度看起來其實 那個功法看起來更明顯 對啊 就是為什麼要叫糯米橋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用糯米 石灰 紅豆 再加上黏土去做的 真的假的 這是食材吧 它不是說把糯米整個搗爛以後直接附上去 因為那個黏性不夠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把整個糯米橋做出來 那其實它裡面糯米加紅豆的那個趴手啦 就大概只有13趴而已 那另外的那個70趴它就是那種黏土 再加上它的那個混合物去做去做 那為什麼它紅豆糯米橋它一定要做成一個拱字形 而不是說它只是一個橋架過去 因為它必須要有拱字形 它才可以把硬粒分散 液含了非常多的智慧在裡 對對對 因地質疑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百年前跟你講力學 好聰明喔 對 宣明智慧是教導著我 是 我們走到這邊岔路喔 我們走到這邊岔路喔 然後在這邊岔路 在這邊岔路 古道來講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尤其是日據的古道 我們以前在早期在做那個進水營的踩踏的時候啊 爬到很高的樹上然後遠遠的看說 欸對面有一塊很白的 或者是說你看到整個櫻花盛開的石 你就可以確定說原來住在所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附近 為什麼 因為以前日本人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大概救助在所會種兩種植物 第一個就是櫻花 那第二個就是說它必須要種這種殺很多像九球的果實 讓它去鳴發 所以你去走進水嶺 或者你走能高月嶺的時候 你會常常看到會有一種木炭鳥 有有有有 對 因為他們夏天很熱 那就把它聚起來 然後把那個木炭鳥做無陽燃燒了以後 留下木炭啊 冬天很冷的時候要煮飯的時候有 所以它是燒炭材喔 對對對 對 因為它為什麼會是燒炭材 就是因為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較少 它適合當中 它這裡就是我們吉隆古道裡面的第二座紅豆糯米 這是我最喜歡的糯米牆 這座真的漂亮了耶 對對對 它大概10月11月的時候 你在這邊野薑花盛開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一定要再來一次的 又能看美景 而且野薑花開的時候 它是有很濃郁的香味 又能看又能聞 那是一種立體享受 沒錯 很快以前他們那麼喜歡走一條古道 是因為這邊特別美啦 對對對 尤其在這段溪底 我超喜歡這裡 這邊剛好有一個那個 奇隆古道的印象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 跟特別大家特別介紹說 奇隆古道它的起是代表奇 奇林的起司 奇林的起司 所以它就是前面有一個奇林頭 然後後面就是龍的尾巴 就是在龍的身體 所以它代表是一個 三字很綿綿的意思 對對對 那它整個印象都在現在 你是在看 好可愛喔 這雕像很特別很漂亮耶 這跟我們家那隻壽司群長的蠻像的 很可愛耶 很可愛耶 大旗洞山 海拔705 大旗洞山 海拔705 大旗洞山 海拔705 好白喔 這個位置它是一個很棒的展望點 我們整個背後你只能看過去 雖然是白芒一片沒錯 但是天氣好的時候 整個足東 你看遠一點還可以看到頭前夕 就是你可以把整個新竹 比較靠我們客家人文的這一塊 所有地方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它不要剛好有這波東北疾風的話 會有漂亮的黃昏 日落 而且這邊日落跟夜景都是超有的 是 感覺這個平台好像會變得蠻浪漫的耶 對不對 對